民主黨原定在星期三和中聯辦主任鍾曉明就政改議題會面 但由於要先處理民主黨和真普聯的關係 所以決定押後會面的逆期 我想最重要是這個禮拜裏面 我們實際上要很多討論關於民主黨在真普聯的去留問題 以至我們冷處理或者向人民力量社民連提出不信任 我們要花時間去考慮這些細節 我們無法同時進行兩個重大的工作 所以我們覺得先處理了和真普聯的工作關係 然後押後就和中聯辦的會面 民主黨為星期四召開中委會 討論民主黨和真普聯的工作關係 包括是否退出真普聯 或者解散真普聯等 民主黨說 中聯辦對於押後會面日期的要求表示諒解 會再約時間會面 現在我們是有信心的 這對於押後給我們 謝謝 你們現在可以用來我們